歡迎回到輕鬆電台Chillaz Radio FM96.9 這裡是台日哈下 你這麼近沒氣了 因為我發現你們兩個都在等我CUE 我等你CUE 好哈到了 我太笑死了 大家好我是妮妮 我是那邊 我是企劃阿豐AKA迪克 我們剛剛聊到很荒謬的什麼事情 交通事情 其實是你最荒謬的 五分鐘到大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五分鐘 就是覺得整不到了 瞬間 因為平常我們都會搭比較普通的火車 就是大概也要二三十分鐘 我記得啦 應該吧 從大阪到有很多方法 首先最快的是HARUKA 這個是算是很特別車型 那這個的話大概是兩個多小時 另外一種方法是你可以先到天王寺 或先到梅田再轉金板列車到京都 因為特別是其實老實說大家都住在 主要的位置 玩樂的位置都在和元亭 四條這塊市中心 那京都車站離這塊其實有點距離 京都主要在九條 所以你就等於說你還要走五條的概念 那個五條是很遠嗎 大概就半小時的走路路程 大概1.3公里 因為我常走 其實我OK啦 我OK 但在台灣就不OK 台灣絕對不OK 為什麼 因為台灣很熱 然後又很濕 然後搭公車15塊 對啊15塊 而且空氣又不好 沒有啦 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在日本會捨不得搭公車的原因 是他們的公車一次是230日圓 那如果你是今天如果你是要全市完的話 那當然600日圓一次花下去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小段的話 230日圓 再一個230就可以吃一碗松屋了耶 是這樣的精打計算 就是他們當面的那個牛丼燉飯 牛丼燉飯 他們有松屋、Sukia跟吉野家 但是松屋最好吃 推推推大推 那個也是很多學生或者是上班族的選擇之一 那個誰啊 佐藤健也超愛吃啊 他喜歡吃的是Sukia的 Sukia也是good的 那松屋的話就是我覺得是因為台灣沒有 台灣目前只有一家在西門町 還有天凍你知道這個嗎 也是連鎖店啊 這個好像沒有吃到 就是那種甜不辣的丼飯這樣子 聽起來好棒喔 旁邊也是學生們的最愛這樣子 我好像還是錯過了很多 是不是要再回去日本 走吧 希望我們本台可以贊助我們一起去全國JR Pass 謝謝台長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叫JR Pass 因為JR Pass其實是我們外國人才能用的 這是非常特別的旅遊方法 我是用關係啦 因為我在關係生活 所以我是買關係廣域的JR Pass 那應該是我剛剛跟你說的那個對不對 很像也是關係的 對對對 兩萬多塊幾天這樣子 五天這樣子 但其實基本上我們不會那麼貴 應該大概到兩三千日圓就OK了 然後有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那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搭 再關係搭配你的JR部分 那你可以最遠到冰庫那邊都沒關係 沒問題 然後到之後也OK 只是呢 這個是外國人才限定的 所以你可以在台灣先買好 或者你在當地再買 但當地買會比較貴一點點 那剛剛說的是全國JR Pass 你可以搭整個日本都用 所以你可以最遠到北海道 最遠到九州到賴戶內海都沒關係 那沖繩可以嗎 沖繩JR嗎 沖繩好像沒有JR 沒有被我騙耶 MonoLail單鬼電車 對 沖繩這個部分JR好像沒有喔 因為剛好其實大家都知道 賴戶內海流行那個藝術季的部分 所以那時候你就可以從北海道 一路玩到賴戶內海的藝術節 然後這樣14天 好想這麼玩喔 非常瘋狂 14天我覺得不夠用 所以你每一個地方都 就是只是去兩三天而已 但就是你可以在那過程中 直接享受在日本環島的感覺 你剛剛說的這個JR Pass 它是期限是什麼算 它就是你第一天開始算 那就直接累積14天 就14天了 它是這樣子的 像我們剛剛的 關西廣域的JR Pass 也是你一直用 那4天就開始自己算 1234看你 那我當時是買兩天的 因為我主要是最遠到晉江 就是滋賀的位置 那最南到兵庫基路城 哈基妹 基路城是他們的三大名城之一 所以那個地方很漂亮 可以去看看 那晉江的話 我們是去了就是在湖上的神社 那個神社非常的漂亮 推薦大家去看 你可以搜尋水上神社就有了 我們現在妮妮就是有帶書來 其實我今天有帶書來 但是我覺得訪問到阿楓之後 我就直接把書給蓋掉 因為其實我是個不太愛去寺廟的人 雖然這件事情聽在 如果愛去京都的人而言有點荒謬 因為京都就是個神社很多的地方 因為我去京都的最大的理由就是去走廟 神社跟寺廟都有 對都有 因為你在走那個巡禮的時候 有一個洛陽觀音33巡禮 那你在途中一定會遇到一些很特別的神社 那你也是會走進去的 所以就不知不覺你已經超越33間了 神社真的是京都一個很大的特色 沒錯走到哪裡都有神社 那另外其實在京都最特別的 就是夏天的祭典瑪士禮 賽古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日本有很大的祭典叫做子圓祭 祇園祭encing祭祇 你有遇到嗎 我基本上兩個月都會經歷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7月就是記憶祭祭的開始 你7月到的時候 可以聽不到那個祭典的聲音 就會貫穿整條街 就是祭典的聲音 大家在呼喊 就是他們的街道有小音響的感覺 你走過去就會聽到那個既典的旋律伴著在你的生活中 就像聖誕節到處都放聖誕歌 那在那時候他們基隆祭禮真的進行的時候 他們會封街 所以基本上你那個條件就會條條大路的亂走 就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在的感覺 很瘋狂 你有在那邊翻跟斗嗎 沒有 但我在那邊就是躺著啊坐著啊拍照啊什麼的 因為整條街很壯觀嘛 一條街整個封起來 然後旁邊兩側都是蠻好看的就是古街道 因為他們的街道其實很工整 所以拍起來就有對齊的感覺會非常的棒 所以你在那邊的時候 你通常要出去旅行或者是遊玩的時候 通常是會選擇京都以外的嗎 還是京都你也有去一些景點玩 京都的話一定要把它玩玩玩的 那你都去京都哪些地方可不可以推薦一下 京都的話當然我自己第二年住在的紙圓的位置 紙圓四條 那邊最熱鬧 那往上去八板神社 八板神社是一個很大的神社 那邊也是集點的每次那邊進行 那往上走還要走到清水寺 從二年版三年版走上去 你可以先在紙圓那邊換和服 那最好跟一個女生去 或一個異性去 他覺得ㄟ 你們是情侶嗎 就打九折 因為我有去那邊也是穿和服 但是我是一個人 原來是要情侶去就有打九折 路上拉一個人 這樣也不錯 所以還搭訕到一個帥哥 那同性的可以嗎 這我還不敢問 因為當然我是gay 其實我也很希望我跟我的伴侶一起去 因為有像這個有一個日本的一對couple 他們就在各個神社拍他們的結婚的照片 非常美 有同志伴侶 對 我很憧憬這件事情 但我那時候還做不到 我也沒有男朋友 所以就跟我的女生朋友一起說 我們一起去換御醫 她就說你們兩位couple嗎 然後我想說我們不是 有沒有想說不是 但就九折喔 是 馬上說是 而且我們還說我們要不要牽手一下 假裝一下 好啊 好好笑 然後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其實我本人就是我們一起去最方便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幫大家拍美照 所以我幫他拍了很多美照 給大家看看當天那邊是什麼樣子 他願意讓我們看嗎 OK的 大丈夫 太棒了 二年版三年版是10階 所以你走上去的時候就搭配著木機 就會有咔嗒咔嗒咔嗒的聲音 那你有穿御醫嘛對不對 然後有帶那個小袋子 好像祭典的感覺 好有祭典的感覺 但是那邊祭典的食物很貴 非常貴 你剛剛說封街的 對對對 他們會就像夜市一樣大家在擺攤 就是你在看動漫會出現的那種祭典的那種感覺 超爆貴 對他那個什麼草麵一盤的就五百預約 我想說平常根本就沒有那麼貴 大部分都是五百塊 因為懶得再找錢之類的 所以當然你就是可能說淺藏折紙這樣OK 但你不要在那邊花太多錢 對啊他就是讓你感受一下祭典的氛圍 這就是祭典祭典祭典很特別 那當然他們京都最特別的就是你整個夏天到處都有祭典 所以祭典祭典祭典結束後可能還可以去御手喜祭 在鴨川神社那邊你可以走下去 他的那個鴨川浸泡你的腳 然後感受那個淨涼感覺 好有電影畫面喔 順便洗滴你的污迴 我已經畫面出來了 洗滴污迴耶 可以洗滴我整個人生嗎 心靈都變純淨 整個很舒服喔 而且在鴨川另外一個是 他那邊有一個叫做 他鴨川裡面還有個神社 那個神社是傳說中的美麗神社 可以在那邊祈求說希望可以變美麗 哇 我們一起去吧 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五當 so 乾杯 五 五 七 燈 五 四 七 Mrs 七 七 七 五 七